那时耶稣说 我就是这从天降下的 活生生的食粮 人吃了这食粮 将永远活着 我要刺给人的食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使世人得到生命而吸的 我就是这从天降下的 活生生的食粮 人吃了这食粮 将永远活着 我要刺给人的食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使世人得到生命而吸的 于是 犹太人之间起了纷争 他们说 这个人怎么可能把他的肉 吸我们吃呢 耶稣便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他的血 在你们内就没有生命 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就有永恒的生命 在末日 我要使他復活 因为我的肉 是真的食粮 我的血 是真的饮料 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就活在我内 我也活在他内 正如永生的父派遣我来 我拥有来自父的生命 同样 那吃我的人 也会拥有来自我的生命 这就是从天降下的食粮 不像你们的祖先所吃的 他们吃了仍然死去 但谁吃者食粮 将永远活着 有问题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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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